二十七頭條日報 技術性回升投資者不宜鬆懈 2015年7月10日要問P01大跌就會升 港股昨日反彈 不少股民關注是否能夠持續 獨立股評人陳永樂認為 港股昨日出現技術性反彈 相信與早前迪幅過於急劇及投資者陸續消化壞消息有關 但呼籲投資者不宜鬆懈 因股市目前仍持續受外遺因素影響 與希臘債務危機源而未決 投資者不宜大舉入市摸底 相信股市未來仍會出現反覆波動 痴短期內有望上市二萬五千點水平 對於內地連日出招救市 他認為目前仍須作長期觀察 除可判斷有關的救市措施是否會修效 為何選擇貝 꺄 tomb